别误会啊 我不是说董雨辉买了比特币 而是说董雨辉很像需要挖呀挖 才能挖出来的高价值比特币 刘德华拒绝了粉丝过亿的小杨哥的邀请 选择了董雨辉的直播间发布新天 几十万张电影票秒光 接着呢 张艺谋也进了董雨辉的直播间 邀请董雨辉拍戏 照这么下去 我觉得董雨辉今年大概率能完成两个小目标 粉丝上亿 还有个人收入上亿 而在两年以前 他只是新东方的英语老师 一堂课可能就几十个人 就算再能口吐莲花 李白杜甫苏东坡脱口而出 商业价值也很有限 但是现如今 他却成为了能够决定东方甄选的销售量 甚至能够拿捏娱乐圈的顶级主播了 所以说成就董雨辉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全面去中心化的时代 加上他自己 以前的董雨辉当老师 新东方这个中心化平台 决定着他的输出内容和方式 受众也很有限 那会儿的董雨辉更像是央行发行的纸币 价值早就印好了 你就默默地给平台兑现吧 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 董雨辉当不成英语老师了 打法变了 东方甄选成了去中心化的自媒体 董雨辉的内容输出被解放了 历史文学 思想情怀 甚至累撒直播间都可以 而且是在无限的受众面前 董雨辉说 光芒万丈的星辰 可能只是一块冰冷丑陋 了无生机的岩石 有可能只是反射了某一些恒星的光 才会变得耀眼 我觉得这话 董雨辉应该是说错了 他并不是反射别人光芒的岩石 他自己就是发光体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 董雨辉就像是虚拟货币中的比特币 币值由他输出的价值来定义 而不是央行的封印 有人说 董雨辉的成功 是新时代里普通人逆袭的样本 可是他除了长相 有哪一点普通呢 几十年看似漫无目的 却因着个人的兴趣而持久的阅读思考 慢慢积累出了逆袭的资本 如果说他当年只是为了当好英语老师 而功利的研究教材可见 他不会是今天的董雨辉 而恰恰是他独特的个性 成就了他自己 去中心化的自媒体时代 不再是电视广播年代的平台为中心 咱们现在有了极低的表达门槛 和极大的表达空间 但是呢 如果想要成为价值不断上涨的比特币 而不是普通的纸币 那还恐怕得是少部分真正独特的人 虽说您想成为董雨辉吗 但你要这么想就先失败了 因为董雨辉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 而是在不断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中 累积出来的 张雪峰老师的高考志愿指导 确实很实用很造福 但是如果只停落在专业的实用主义认知上 真的会有点危险啊 18岁看好的就业机会 可能22岁时就没有了 因为人工智能比你干得好 有一位印度裔的美国企业家纳瓦尔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成为你自己这件事情上 没有人比得过你 只有做自己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才有真正的创造力 纳瓦尔是9岁从印度移民到美国 他的经历跟英伟达的黄仁勋如出一辙 他们都是找到了一生最爱 打造出了无法替代的个人资本 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接下来呢 说回董雨辉 其实感觉老鱼一直都想去董雨辉话 或者找到第二个董雨辉 但这个事儿太难了 没有董雨辉的人生经历 别人就成不了他 所以说呢 不要想成为谁 更不要以为学的像谁就能够成功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自媒体时代 发自己的光就能吸引到你自己的粉丝 无数成功的IP里面 有爱做饭的 有爱唱歌的 甚至普通的驾校教练 因为会耍宝 也能成为几百万粉丝的大号 一晚上就被打赏600万 最后呢 董雨辉在直播间里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苦短 做自己最重要 我觉得这是自媒体时代 给予大家的红利 亿万富翁变成百万富翁 需要多久 只要一年 只要买四只股票就够了 假如在年初你有一个亿 买入育能科技 那么一季度结束就会亏损42% 还剩5800万 赶紧换股赌一把 买入SP博天 结果呢 二季度又跌了47% 这时候只剩下3000万了 眼看这也不靠谱啊 三季度赶紧抄底新能源 换成了海优新材 然后再亏40% 亏剩1800万 到四季度终于悟出了强者横强的道理 然后在十一之前 买入不断逆势上涨的ST左江 买的时候250元 短短三个月 股价就砸到27元 到年底 一个亿成功变成不到200万 亿万富翁变成百万富翁 就是如此的轻松 只需要一个季度换一次股 但是您要是想亏成万元户 就得努努力 每个月换一次股了 有人整理了去年 每个月跌幅的榜一大哥 然后在下面写了个评语说 胡锡进老师说 只要不割肉 就不会被割韭菜 以前觉得老胡不懂炒股 现在觉得是我幼稚了 正所谓 牛的时候频繁换股 容易踏空放牛 跌的时候频繁换股 容易踏空跳楼 我笑老胡玩的菜 老胡笑我送外卖 最后有一说一样 你可以说老胡菜 因为它的策略 就是拿着几个大市值 躺平当股东 非常的简单 但至少它有一个稳定的策略 或者说它有一个稳定的投资体系 哪怕它这个体系非常简单 或者说是有漏洞 但至少它有 而很多的朋友可能至始至终 都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体系 频繁换股 可能说明投资逻辑非常混乱 投资策略经常变换 拥有成熟体系的投资者 也不存在着割肉这一说 亏损卖出不叫割肉 叫做修正 区别就在于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就算是换股 也应该按照体系去办 换股的原因不是说我亏了就要换 而说按照我的标准 这家公司发生了哪些变化 或者说是趋势出现了哪些变化 应当修正 当然了任何体系都会出错 这个事实上也没有完美的投资体系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体系 因为这才是把投资从听天由命 变成势在人为的第一步 靠存款吃利息 躺平的日子恐怕得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今天 各大行的存款利率进一步的调降了 100万元存上三年的话 利息得少拿9000块 而且呢 存款利息的降幅会明显 比房贷利息的降幅要大 我们知道今年银行多次下调了存款利息 加上这次 今年降了三次息之后呢 每万元存款利息最高少70块钱 整整7根鸡腿就这么没了呀 那同期的房贷利率 也就是LPR降了多少呢 只有一次幅度是10个基点 也就是多了一根鸡腿 那你说就是奇怪了 老百姓存款利息少了3到7根鸡腿 房贷利息却只降了一根 中间这2到6根鸡腿的利差去哪里了呢 首先的原因是 老百姓现在不是普遍不敢加杠杆了吗 大家都想的是多存钱 提前还贷款等等 所以呢资金就沉淀在银行里放不出去 第二呢存量房贷利率下降了 还有第三 是响应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号召 银行整体贷款利息也在下降 像金银贷之类的都到3%的水平了 那有人肯定还会问了 这也不至于差了整整6个人鸡腿吧 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银行 对于这次降息的官方表述了 像公行就明确提到说 要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和传导效应 这次存款降息的幅度最高的达到了30个基点 可以说是为明年的LPR或者是房贷利率继续的下调 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 然后呢有一点就很微妙哈 就这次降息的时间点 每个月的20号是LPR公布的时间点 但是昨天LPR是保持不变的呀 就是昨天不是20号吗 而12月份最后的这次LPR 它决定了已经买房的人明年一整年的房贷利率 既然昨天没有降 那明年这些已经买了房的人房贷利率也就锁定了 银行也就由此多了一年的缓冲期 其实说到底 这回降存款利息的本质就是先压降一下成本 然后再给后续降贷款利息腾夺空间 为大家多买房多投资多消费 拉动经济发展尽可能的创造条件 至于说未来这个降息会降到什么地步呢 搞不好得降到大家都觉得存款不再划算了 贷款出来才更划算的地步 那以后你说会不会又出现利息又重新升高 咱们又可以在家躺着赚钱的日子呢 恐怕很难 因为存款利息可能会长期下降 现在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型经济体 基本都是实行的长期低利率 比如说本轮加息之前 美国是连续十几年的平均利率都低于1% 欧洲主要国家也是跟着美国的 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几十年的低利率了 但我们是已经习惯了3%甚至5%的存款利息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经历了30年 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 但是随着我们经济体量的增大 经济结构的变化 高增速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 以十年为单位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 为了满足增长的需求 实际利率也需要下一个台阶 存款利率自然也要下一个台阶了 而贷款利率 包括房贷的长期中枢也会下降 直到它跟经济增速相匹配 也就是大家都愿意贷款的水平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时候放弃 靠着存款利率赚钱的想象了 以后像3%甚至5%的利息 都很难再见到了 相反啊 我们得需要逐步的适应 二字头甚至一字头的存款利息 甚至在特殊情况下 零字头的存款利息 当然你说这是坏事吗 那倒也不是 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 你知道柏林市中心 随处都能看到的这些蓝色管子 是干嘛用的吗 其实就是排污管道 你说咱们国内怎么可能在市中心 随便在外面看得到下水道呢 德国也不是说别处精彩的 故意要把排污管道放到外面 而是他们以前搞一些地下施工项目的时候呢 暂时把排污管放到地面上了 但是这一暂时 有的就是一二十年呢 就这么漏在外面 也没人着急 也没人投诉 德国好歹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呢 我去过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经济最好的慕尼黑 一个是首都柏林 很多地方破破烂烂的 甚至不如国内的二三四线城市 地铁呢叫一个简陋啊 灯光昏暗设备成就 一点现代感都没有 话说柏林修第一条地铁的时候 光绪地还活着呢 可是现在呢 咱们的地铁已经那么的高大上了 他们却还是老古董 在柏林随处可建各种各样的工地 并不说德国在拼命搞基建哈 他们的城市一百年几乎都不变样的 八百年前建的公寓 现在还在市中心使用着 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施工效率太低了 工人干活太慢了 主打一个想休息就休息 一点也不着急 所以为什么德国会这么的慢动作呢 这几天呢 大致了解了一下 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新出生的人口下滑 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供不应求的 他企业是很少裁员的 如果万一哪家企业因为特殊的情况裁员了 被裁的人那可开心了 因为一旦失业的话 你不光能拿到企业赔偿金 而且从当月开始 就能领取政府发的失业金 相当于工资额的60%左右 可以拿上一年 那如果你50岁以上失业了 那可以领上两年 如果你就这么一直都不在工作了 两年之后就可以领救济金了 还会有水电费等等减免的福利 不上班也能有钱拿 你说能不高兴吗 在德国最怕你失业的 绝对不是你自己 而是劳工局 因为他们要给你支付各种福利 一旦你失业了 劳工局就天天给你打电话 要么就是推荐工作 要么就是邀请你去参加各种培训 培训免费还报销路费 你要是投了一份简历的话 还给你奖励五欧元 德国人的日子过得这么的与世无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房子 他们人均GDP是5.3万美元 但是房子的均价均价 一平米只有2万多人民币 也就是德国普通工薪阶层 一个月的工资 而且买房还可以零首付 更气人的是就这样的房价 一半的德国人 根本一辈子都不买房 他们只租房 因为德国法律 非常保护租客的权益 基本上都是无限期的合同 你还不能随便涨价 也不能突然就不租了 没有学区房的概念 买房租房都可以享受到教育资源 所以比起买房 他们自然就更加愿意 把钱花在度假上 谁让人家一年 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都不用上班呢 而德国人的教育制度 更加拉仇恨了 怀孕生孩子 妈妈从生产过程 包括住产室上门服务 都不用花一分钱 每个月还可以领将近 2000元人民币的儿童金 一领就是25年 孩子从小学到大学 都是免费的 这要是多生几个孩子 靠各种补贴 恐怕都可以衣食无忧了 说实话 刚到德国的时候 各种不习惯 我们一进电梯 都会赶紧去按那个关门键 但是人家很多电梯里 连关门键都没有 然后呢 商场也好 餐厅也好 基本上很多地方 都不开空调 即便开空调 温度也调得很高 为了省能源 吃顿饭 能给你吃出一身大汗 再加上那些老旧 低矮的建筑 成就的基础设施 我经常都会怀疑 这真的是一个发达国家吗 但是呢 慢慢了解到了 普通的德国人的 生活状态之后 就确实也羡慕 人家的慢节奏低压力 当然了 不绝也有代价 俄国战争之后 德国没有了便宜能源 使得制造业成本大涨 有些以前的 隐形冠军企业 现在都在面临着生存危机 这架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确实是在降速 像去年呢 他们是G7国家中 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的 不过呢 幸好人家底子确实是厚啊 这个老本 还是能够慢慢吃的 threatened 佚 阳